连日来的高温让不少福州市民直呼,酷暑来临。 这个夏天,福州的不少公园内雾气腾腾,让人感觉置身先进。 这便是降温黑科技物森系统发挥的功效。 7月6日上午10点,在福州闽江公园南园雨水花园内聚集了不少前来散步锻炼的民众。 随着物森系统的开启,喷头中释放出颗粒极小的水滴, 漂浮在半空,绿草地间云雾缭绕,构成犹如仙境般的梦幻奇景。 炎炎夏日,这些飘渺涌动的雾气,在提升景观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丝丝久违的良意。 这个系统装起来应该空气会好一些吧,然后心情也会愉悦一些吧, 当然练功的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吧。 走到这边感觉很凉爽,这个对环境很好, 最起码可以降灰尘嘛,感觉这边空气也很好。 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,物森系统除了景观作用外还能降温, 根据自然风力、湿度的不同。 夏日开放物森系统时,景点的温度可以降低3到5摄氏度。 在福州的公园我是没见过,我也感觉蛮兴起的, 感觉也是一种不错的一种体验吧,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嘛, 然后第二个就是感觉可以养护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,感觉蛮好的。 除了福州闽江公园、南园雨水花园外,包括闽水园、静安、阳夏公园等在内的不少城市创筑公园都已安装了类似的装置。 园林专家表示,大范围推广物森也需要突破技术难点, 例如喷头和电机开放一段时间后必须休息调试,才能保证正常运转。 其次,物森的喷头容易堵塞损坏,需要加强维护。 但是,作为融合景光效果与防暑降温于一体的全新系统, 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公园将物森纳入改造计划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